望线,抱得美难归,拦起人,魏长泽是我们僵士的人,我带魏英回莲花屋天经地义。 寒冷的冬日街道,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两个长身玉立的锦袍男子对立,中间站着一个头发散乱,脸上脏兮兮,身上穿着单薄破烂衣服的孩子。 两只手分别被穿着一紫衣篮紧袍的男人抓着,大大的眼睛里有着大大的迷茫,他没有见过这两个叔叔,不过他们好像都想带他回家,而且,小魏英看了看被抓着的两只手,这两个叔叔是和他爹娘一样秀仙的人哎,有,有,啊,对,有灵力,他们两个都在给他送灵力,所以他现在都不冷了。 蓝启人冷哼一声,那又如何?你的夫人与你已遇有一子一女,哪能真的带卫英如亲儿?更何况,与紫渊脾气火爆谁人不知?你喜欢藏色,他一直耿耿于怀,我绝不会让卫英去莲花屋。 我今生不娶,卫英就是我唯一的孩子。江峰眠沉默了,无话可说,蓝启人说得没错, 卫英跟着蓝启人,的确会更好。可是,蓝启人握住江峰眠手腕带领小卫英的手,此时就这样吧。蓝启人抱起小卫英,卫英,我们回家。 江峰眠看着二人远去的身影,握紧了袖口,却无力反驳,也无计可施。 这一年,失去父母双亲,流浪在冬日街头,冻得瑟瑟发抖,与野狗抢食,受尽欺凌的胃英,终于有了新的家。 那个穿着蓝色衣袍,额尖系着云纹末额,不苟言笑,却对他很好的叔叔把他带到了一个叫云深不知处的地方。 这里很大很大,也很漂亮,叔叔给他洗了澡,穿上一身漂亮的白色衣服,他的额头上多出了一条云纹末额, 然后被带到一个叫祠堂的地方,叔叔让他磕头,他乖乖照做了,然后叔叔告诉他,他还是叫卫英,带再大一些就给他取字。 叔叔说,他会是他唯一的孩子。 爹,这个修士为什么这么笨啊? 他,小卫英眨巴着眼睛,一脸嫌弃,拦起人额上青筋抱起,手里的明示传记也被他捏得皱巴巴。 此子,果然孝似其母,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样貌,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顽劣,给他读明示传记里叶列的故事,他反倒嫌弃人家笨。 拦起人深呼吸,罢了,人,只要品行端正,别的都可以慢慢来。 好了,去找旺姬吧,他等你许久了,旺姬长你几个月,懂得比你多,你要多问多学。 卫英的心思早就不再拦起人身上了,文言已经有些蠢蠢欲动,坐不住了,卫英知道了。 小卫英站起来,甚是敷衍地行了一礼,便退了出去,洁白的跑脚随着转身的动作扬起,欢快小跑的背影就像一只快乐的蝴蝶。 占哥哥愉快地乃音响起,尾音调皮,小蓝忘机接住扑过来的弟弟,不慎明显地勾起了唇角。 我爹给我讲的故事好无聊呀,占哥哥,我们,蓝忘机牵着弟弟的手,非常耐心地听他叙叙叨叨,两个孩子手牵手走在云深不知处的小道上,柔和的阳光穿过树叶的间隙,洒在他们身上。 卫英刚来云深不知处那会儿,蓝起人就把蓝希臣蓝忘机两兄弟叫到跟前,告诉他们,卫英是他们的弟弟,让他们兄弟三个好好相处。 蓝希臣自是不必多说,小小年纪就有了做哥哥的样子,无论是对蓝忘机,还是对卫英,都温和有加,细心关照。 意外的是,一向清冷,不爱说话,把蓝起人的严肃板正学了个十成十的蓝忘机。 第一次见到卫英,却也很容易就接纳了,虽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目光专注,深知弟弟性格的蓝希臣看得出来,他是喜爱这个有着一双大眼睛,灵动活泼的弟弟的。 卫英,卫英,看我,卫英抓起草叶上的雪团成一团,去砸树上积雪的果实,结果果实没有砸下来。 反倒砸落一阵雪,连着他自己做的雪团子,哗啦啦撒了他满头满身。 小卫英顶着一头落雪,别了嘴,方才他一喊,站哥哥就看过来了,让最喜欢的哥哥看见他这副蠢样,已经知道要面子的卫英差点哭出来。 蓝忘机忍住笑意,上前轻轻挥落卫英头上,身上的雪,把卫英的手捂在自己手里。 蓝忘机的手也比卫英大不了多少,两双小手握在一起,煞食温馨。 云身不知处正值初春,乍满还寒,昨日下了一场雪,小孩子总是爱玩雪的。 卫英昨晚睡前就同他的站哥哥说好,等积了雪,第二日要一起玩雪的。 说起雪,便兴奋地睡不着,小蓝忘机一本正经地像大人一样,给卫英讲故事。 用小手拍拍弟弟的胸膛,哄他睡觉,带弟弟睡过去,才躺下来一同睡了。 哦,卫英极喜欢这个,看起来冷冰冰,实则对他很好的小哥哥。 总是缠着蓝忘机陪他一起睡觉。 站哥哥,你真好,小卫英痴痴地看着给他捂手的蓝忘机,以前在外面流浪的时候,他穿得少,冬天总是被冻得瑟瑟发抖。 脸上,耳朵上,还有手脚都是冻疮,又疼又痒,抓破了就烂,没有人会给他捂手,也没有人给他厚衣服穿。 到了天气暖了,冻疮好了,到了冬天,就又长出来,今年刚入冬,还没长多少冻疮,就被爹爹带来了这里。 总算不用忍饥挨饿,不用受冻了。 爹很好,西晨哥哥很好,站哥哥特别好。 他真的很喜欢他们呀,因为在外流浪过,缺吃少穿,与蓝忘机同龄的胃婴不及他高,也很瘦小。 好在被蓝起人养得不错,蓝西晨和蓝忘机照料,他也很用心,总算长了些肉。 比刚来云深不知处时,看起来健壮了些,白皙又软乎乎地腮肉,像面团一样。 纤长浓密的睫毛根根分明,两只大眼睛总是滴溜溜地看人,可爱极了,蓝忘机没忍住,轻轻捏了捏卫英的脸颊。 小小的卫英眨了眨眼,点起脚尖,巴搭一口亲在蓝忘机脸上,留下一个口水印。 蓝忘机一点儿也不嫌弃,悄悄红了耳根。 蓝世家学闻名天下,有些世家会定期把孩子送到云深不知处听学。 天气一暖,家学便开学了,早早地把讲学内容公布了。 这一期讲的课是和十二岁以下的孩子,过而来的孩子们年纪差不多,一群孩子在一起叽叽喳喳,直到蓝起人清了清嗓子,蓝世才渐渐安静下来。 仙门世家子弟取字较早,因为英已经开始听学,蓝起人给他取字无限,愿他此生安乐幸福,旷达超然,无限他人。 战哥哥,好多人啊,我们可以一起去摸鱼,这下可热闹了。 蓝忘机抿了抿唇,有些不悦,好好听课。 魏英扁扁嘴,好吧。 孩子年幼,性情一浮躁,坐不住,整个蓝世只有蓝忘机,一个孩子是坐得笔直,听得认真的。 蓝起人心为地点点头,转去看蓝忘机旁边的儿子,抹额勉勉强强挂在额头上,看起来做得勉强算规整,不过倒是难为他,这样也能睡着。 一张包子式的小脸,白嫩极了。 蓝云深不知处好几个月了,被养得愈发好了,大概睡熟了,两颊还微微透出点粉色,红润的小嘴巴微微张着。 蓝起人压抑着自己,自欺欺人告诉自己,魏英没有捣乱,已经不错了,但是罚还是要罚。 蓝起人走到魏英身旁站定,不动声色,魏英也没有一点点危机感,睡得香极了,还吹出了个鼻涕泡,蓝忘机担忧地看着弟弟,都怪他不好,看见弟弟睡着了,不忍心叫醒。 结果现在,蓝起人冷笑一声,仰起叫边,蓝忘机眼睛紧紧跟着叫边,身子立起,仿佛那叫边若是下一刻要落到弟弟身上,他就要扑过去挡住。 蓝起人戳破了魏英的鼻涕泡,破了的鼻涕泡炸开,呼了魏英一脸。 小魏英茫然地睁开眼睛,看见他爹站在跟前,面容严肃,又感到脸上黏糊糊的。 以前流浪的时候倒无所谓,现在倒被养得娇气了些,不仅晓得脏了,也晓得要面子了,鼻子煽动,没忍住一下子哭了出来。 这下鼻涕,眼泪混在一起,脸上亮晶晶的。 蓝起人耿住,他还没怎么样呢,这破孩子自己倒哭上了。 蓝忘机掏出被叠得整整齐齐的洁白手帕,给弟弟仔仔细细地擦脸,可是,手帕就那么大,没有水,眼泪又一直流,于是怎么也擦不干净。 蓝起人一个头两个大,让蓝忘机带着弟弟先去洗洗。 蓝忘机人虽小,但自从魏英来了蓝家,就有了做哥哥的觉悟,照顾起弟弟来,像模像样的。 蓝忘机让人背了温水,把柔软的布金浸湿,哄着弟弟,没事了,不哭。 房间里只有两个孩子,魏英渐渐止住哭声,小脸蛋被布金擦得干干净净。 蓝忘机换了热一些的水,把浸湿的热轰轰的布金敷在魏英眼睛上。 哭肿的眼睛被热布金覆盖,舒舒服服的。 魏英被搀扶着,躺在小榻上,眼睛看不见,但是小手胡乱摸索,抓住蓝忘机的手抱在怀里,跌跌坏,站哥哥好。 蓝忘机捏了捏蓝英软软的胖手,那只和我玩,好不好? 嗯。 被安抚好的魏英,乖乖跟着蓝忘机回了蓝室。 魏英端端正正地坐着听课,倒让蓝启人心里纳闷了,小皮猴正经微作的模样有点违和。 看在他现在认真了的份上,家规就少抄一点吧。 此时的魏英根本不知道他爹还要罚他抄家规。 魏英之所以这样认真,是因为他站哥哥哄他,要好好听课,如果不好好听课呢? 就无法通过这一季的课业,那下一季,他俩就不能一起听学了。 魏英想想自己被留下来,在听这样重复枯燥的课,身边还没有蓝忘机,不乐意了,只得好好听课了。 散学后的魏英已经是机长碌碌,他爹讲课的样子就像他以前和阿爹阿娘一起遇见的一个妖兽一样。 那个妖兽长得倒不可怕,有点像鸡,也不吃人,就喜欢拦着路过的人,让人看他着地,一着一个坑,还不让人走。 好在拦起人并不知道魏英在想什么,不然他计划让魏英超的家规数量就会翻好几番。 毕竟,那种妖兽,没有修饰愿意在夜裂的时候遇见,推闹心,还要不得已看傻子表演,不好好看,还要追着你跑。 蓝西尘,蓝忘机和魏英一起吃饭,魏英已经饿得不行,一勺一勺地往嘴里塞米饭。 云深不知处,火石寡淡,常见的菜式就是各色灵草或青草,或炖汤,最最贴合外面口味的菜就是白菜青菜萝卜这些了,虽然也寡淡,但比一些奇奇怪怪的灵草鲜花和魏英魏口,它流浪过,其实不是很挑嘴了,能填饱肚子就好。 但是小孩怕苦,那些草又苦又涩,来云深不知处到现在,魏英也没好好适应,只好多多吃青菜萝卜。 魏英,不可挑食。 蓝忘机咬了一勺明木草汤到魏英碗里,洁白的米饭完完全全泡在青涩的草汁中,这下怎么也躲不掉了。 魏英皱着一张脸看蓝忘机,想哭又忍住,这是战哥哥呀,不行,要听话。 魏英一边忍住泪意,一边往嘴里扒饭,只是速度比之前慢很多,一张小脸皱成了风干的橘子。 蓝西沉在一旁看得好笑,这个弟弟是真的很有趣,自从魏英来了,云深不知处,忘机也渐渐鲜活了。 母亲走的时候,忘机还那么小,父亲又闭关不见人,他们兄弟相依为命,他作为下任宗主,也不能时时照料弟弟,只能看着他日渐沉默。 欲发板正,一点也不像孩子,现在好了,多亏了魏英。 魏英老老实实上了几天课,终于熬到蓝起人给他们放假。 来云深不知处这么久,魏英还没被带下山玩过,这次难得可以出去玩,他兴奋极了。 蓝忘机暗住在被窝里躁动的弟弟,仔仔细细把背脚噎好。 站哥哥呀,姑苏的街上好玩吗? 蓝忘机看着魏英发亮的眼睛,回想了从前下山的经历,肯定地告诉他,好玩。 然后伸手遮住魏英的眼睛,睡。 蓝起人带着蓝西沉,蓝忘机和魏英下山游玩,难得出门,也没打算太拘着孩子们,有什么想要的,尽管说。 蓝西沉走在蓝起人身侧,蓝忘机则紧紧牵着魏英的手走在前面,自从到了街上,魏英就像一只出笼的小鸟,街上的一切都吸引着他。 蓝忘机第一次被弟弟完全忽略,小脸紧绷,攥着弟弟一只手不放。 魏英被前面的摊子吸引,一串串红艳艳的山楂,个头均匀,外头裹着一层薄薄的琥珀色的糖衣,晶莹剔透,散发着诱人的甜香。 虽然记忆中,阿爹阿娘的脸都模糊了,但是魏英还是能隐约想起一些和亲生父母在一起的画面,他阿爹经常拿糖葫芦豆他,刚递到他嘴边,又拿走,魏英还不懂什么是死了。 但他也知道,阿爹阿娘不见了,找不到了。 想起来亲爹娘的魏英有些失落,蓝忘机敏锐地感受到弟弟的情绪,担忧地看着他。 怎么了?阿英是不是想吃糖葫芦啊? 爹给你买。 蓝起人走过来,摸了摸魏英的脑袋,头顶的手掌又大又宽厚温暖,和记忆中阿爹的手很像,魏英眨巴眨巴眼睛,让水雾散去,这个爹爹也很好啊。 蓝起人走到摊子前,拿了一串糖葫芦,转身问蓝西辰兄弟俩,西辰旺姬,你们要不要? 蓝忘机板着小脸摇头,蓝西辰比两个弟弟稍长,也并不爱甜食,笑着拒绝了。 蓝起人付过钱,把那串好看的糖葫芦递给魏英,吃吧。 魏英眯着眼睛,深深吸了口气,嗅到糖葫芦香甜气息的他,扬起了满足的笑。 一双眼睛像弯弯的月牙,他小心翼翼伸出舌尖舔了舔最顶端的山楂。 冰糖的甜美瞬间裹住了他的舌尖,魏英忍不住咬了一口,稀碎的糖渣在嘴里融化。 山楂酸酸甜甜,魏英心想,这真是太好吃了。 如果能经常吃到,他绝对会乖乖吃家里的草根树皮的。 蓝忘机看着地道嘴边的糖葫芦,上面被咬了一口,还带着小巧的牙印。 他看着笑咪咪的弟弟,魏英砸巴了一下嘴,赞哥哥,你尝尝,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好吃。 罢了,就尝一下吧,毕竟是弟弟的心意,蓝忘机如是对自己说,然后握住弟弟的手。 就着那个牙印咬了一口,若无其事转过头,眯起了眼睛。 身后看破一切的叔侄二人对视一眼,然后不约而同露出一个心照不宣的微笑,忘机真是,一如既往的口是心非啊。 一人一口,不知不觉分食完了一根糖葫芦,蓝忘机才反应过来,耳根染上薄红,魏英心想。 啊,赞哥哥总是这样,嘴上说不要,其实啊,很想要,他还是不要戳破它了。 这一天下来,走走停停,逛了个尽兴,魏英不仅吃到了糖葫芦,还有兔子形状的软糯糕点,皮薄馅多的鲜肉包, 还有一桌子色香味俱全,远胜自己家吃食的菜,临回去前。 蓝起人还买了一袋子五颜六色口味各异的糖果,不过是由他保管,免得魏英贪甜坏了牙。 再者就是将糖果作为给孩子们的奖励,做得好,就有糖吃。 这一天的经历在蓝起人兄弟眼里,是他们有记忆以来,叔父第一次这样像一个疼爱孩子的长辈,魏英没来,云深不知处以前。 叔父总是很严肃,虽然叔父对他们很好,一直尽心抚养失去母亲,父亲又总是闭关的他们。 操劳无比,但是这样算得上温情的模样,还是几乎没有过。 蓝西晨想,魏英真是讨人喜欢,他也很喜欢这个爱笑贴心的弟弟,就连忘记,也那样喜爱他。 云深不知处,因为有了魏英,变得越来越有家的味道了。 蓝起人以前没有做过父亲,其实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孩子才是最好。 西晨两兄弟一直都是他在抚养,既是父又是母,他早将这两个孩子当作了亲子,悉心教导。 但是除了交给他们道理和本领,其他的,他并不知道如何,他在孩子们眼里,一定是板正严肃的,而不是慈爱的。 直到听闻藏色夫妇业列中逝世,他因着对藏色的心思,不忍其子流落在外,也不忍任由江峰年带走他,去莲花物受于夫人的气,才找到他带了回来。 魏英是个可爱的孩子,虽然骨子里和他母亲一样调皮,但是善良懂事。 他虽然每天叽叽喳喳,很吵,又爱笑爱闹,不知道犯了多少家规,但是他是那样讨喜。 和他母亲一样,有了魏英,旺姬也慢慢像个孩子了,孩子们相处得很好,越来越有一家人的样子,他始终觉得有愧西陈旺姬两兄弟,现在如此,也算是他心里的一点安慰吧。 而且,因为有了魏英这个儿子,他也慢慢开始了解孩子,魏英不似西陈内敛,也不似忘记深沉寡言,家人之间的事什么都写在脸上,心里想什么,就会告诉他这个爹。 比如爹啊,今天是年三十,你怎么不给我和西陈哥哥,占哥哥红包啊? 爹,你真是的,西陈哥哥已经做得很好了,你板着脸,他会难过的。 爹,你要,也会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感情,爹,你真好。 蓝起人想,他会好好做一个父亲,一个叔父的。 虽然要做慈父,但是,儿子该抄的家规还是要抄的,毕竟,在课上睡觉实在有失体统,就当是链子了吧。 回云深不知处之后,蓝起人愉快地让魏英把李泽篇抄一遍,捋着胡须赞许自己,真是个言辞并计的父亲啊。 藏书队,魏英看着厚厚的李泽篇,又看看厚厚的一叠白纸,再举起手看看自己小爪子,差点挖的一声哭出来,爹真是太过分了。 他手这样小,学会写字还不久,怎么可以让他抄这么多字啊? 卫英一猛子扎进蓝忘机怀里,脑袋蹭着哥哥的肩膀控诉父亲,蓝忘机稳稳接住了弟弟,轻轻拍了拍卫英的后背,无妨,慢慢抄,我陪你。 于是,卫英苦哈哈地坐在书案前费力地抄书,蓝忘机则坐在一旁看书陪他。 卫英饿了,有蓝忘机胃,渴了,有蓝忘机胃水,手酸了,有蓝忘机柔,困了累了,就枕着哥哥的腿睡一会儿,要是无聊了,他站哥哥也会陪他聊天,虽然,总是他在说话。 就这样,第一次抄家规的卫英对家规产生了深深的畏惧,手酸了好多天,吃饭握筷子抖,拿勺子抖,有一次好不容易得到了一颗糖果奖励,还没塞进嘴里,手腕一抖,那颗糖果就巴搭掉到了地上,然后咕噜咕噜滚进了水潭。 好想哭,还好湛哥哥往他嘴里塞了一颗糖,可是那是湛哥哥的奖励啊,明明湛哥哥也很喜欢吃甜食的。 卫英愧就急了,决定以后就跟着湛哥哥做,乖乖的,绝不在跌眼皮子底下犯家规了。 接下来的听学礼,卫英都乖乖听课,不睡觉也不走神,一板一眼像另一个蓝忘机。 蓝起人心味极了,他觉得自己摸到了做好父亲的门道。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卫英已经长成了十五六岁的少年。 少年的卫英和蓝氏双臂是他们这一辈里最为出色的,不仅修为高于同辈,学识,音律也名列前茅。 蓝氏家学也愈发扬名,越来越多的世家子弟被送到蓝家听学。 新一季的听学开始了,温家,金家,江家,聂家都送了人过来,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宗门,都把自家孩子送了过来。 聂兄,第三年了呀。 卫英抱着剑,调笑正拿着折扇使劲山峰的聂怀桑,聂怀桑摸出帕子擦了擦额头的虚汗。 他大哥这回亲自送他来的,耳提念命,告诉他这次要是还没过平级,就打断他的腿,把他所有真品扇子和字画通通当着他面烧了。 聂怀桑一向敬畏他大哥,刚刚送走大哥的他现在已经一身汗,吓得。 开玩笑,这次不过平级的代价也太吓人了,那些都是他多年来四处搜寻的传世之作啊。 卫兄啊,你就别取笑我了,你这样的,不会懂我心里的苦的。 卫英平级年年甲等,可把聂怀桑羡慕坏了,他要是有个乙,也不至于年年来拦家受罪。 阿英,卫英文言转头,是江丰眠,他端端正正行了个礼,江宗主。 江丰眠这些年来过几次云深不知处,卫英是认得的,也听说了他是自己父母的旧时,本来听说是父母的朋友,觉得有些亲切的,想换生江叔叔。 不过看他爹好像不怎么待见他的样子,卫英也不好太热情了,只刻刻气气唤一句江宗主。 江丰眠虽有些失落,但看见卫英长成这样枝蓝玉树的翩翩少年,心下还是欣慰的。 若藏色夫妇在天有灵,也能安心了,蓝启仁的确把卫英教得很好。 这是我女儿江雁礼,还有儿子江成,这次也来听学。 卫英行了个平辈礼,江姑娘,江公子,那乡姐弟一回礼。 江雁礼姐弟时常从父亲嘴里听说卫英,很好奇为什么这个父亲顾交之子能让父亲这样牵挂, 而母亲又多有排斥,每每提起卫英,总是要冷下脸,与父亲争吵, 说什么家仆之子合足挂齿,不过看起来,这个卫英倒是很有蓝家人风骨, 修为学识在同辈中也有盛名,应是值得结交的。 新来的学子坐满了蓝室,卫英端坐着,面上认真无比,心里富匪,又是这样。 来来去去都是讲这些东西,耳朵都起了厚厚一层茧子了。 蓝旺基与卫英早就熟透了这些教导内容,并且年年评级甲等,但因为是蓝家子弟, 又和这辈世家公子年龄相仿,为表蓝家弟子以身作则, 是以二人年年与其他人一同听学。 蓝启人沉醉在讲学中,下面听学的人却心思各异。 灭怀桑看着夹在教材里的画本,津津有味,卫英想着,一会儿下学了,要不要去采艺阵玩。 江城聚精会神,想着蓝先生讲课虽枯燥无比,但必须好好听,不能给莲花物丢人。 金子轩看了看前头的未婚妻,皱了皱眉,蓝旺基,蓝旺基什么也没想,除了间歇看了眼弟弟。 日头从正中一道西边,夕阳的光辉洒入蓝室,金色中带点红韵,像是采艺阵四同巷子里那家炸油画。 绵软的面皮,经过油炸变得酥脆,一口咬下去,香脆极了,内馅是萝卜和猪肉。 馅里,掺了猪皮冻,经过热油一过就化了,咬在嘴里,和肉汁鲜嫩微甜的萝卜融为一体。 嘖嘖,决定了,一定去。 卫英蠢蠢欲动。 卫兄,一下学念怀桑就迫不及待招呼卫英,采艺阵去吗? 卫英搭上聂怀桑肩膀,笑道,正有此意。 几个性格热闹的世家子弟也主动围过来,一行人七嘴八舌商量要去吃什么玩什么。 卫英回头看蓝望鸡正站着不动,便过去拉了他手,蓝站,走吧。 别老闷在家,好不好吗? 聂怀桑啪一声打开折扇,掩饰自己偷笑的表情,顺便抖落一身鸡皮疙瘩。 这个卫兄啊,一和蓝望鸡说话就交得不行,自己还意识不到。 你拿这个逗他吧,他还死不承认。 蓝望鸡自然被卫英成功拉走了。 本着礼貌,卫英也招呼了江城姐弟和金子轩,金子轩知道云深不知处伙食一言难尽。 他惯是锦衣玉食的,因而也就硬了下来,打算去采一阵好好吃一顿。 江燕离姐弟对卫英好奇,来时父亲也交代了和卫英好好相处,便也答应了。 年龄渐长,卫英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口一个战哥哥了,这让蓝望鸡心里有些失落。 这些年来了一批又一批的世家听学弟子,卫英喜热闹又爱交朋友,也不似幼时那般时时围着蓝望鸡。 方才卫英与聂怀桑勾肩搭配,与新认识的同窗攀谈,蓝望鸡一人立在他们身后,当真觉得,若一直是小时候,该有多好。 卫兄,你与蓝二公子真要好啊,这上街你都拉着他不放啊。 新阳堂氏的公子,看一路上,卫英都攥着蓝望鸡手腕,忍不住打去道。 蓝望鸡面色缓和了一些。 那是自然,我与蓝湛从小一起长大,说起来,蓝湛还是我堂兄呢。 蓝望鸡心里才浮起的那点喜悦又迅速冷却。 众人皆知,卫英为蓝家养子,深得蓝起人喜爱。 正是饭点,一行人跟着卫英进了采义镇最大的酒楼,分做了三桌,各自点自己爱吃的菜。 卫英与蓝望鸡,聂怀桑和江城姐弟一桌。 卫英拿了菜单,轻车熟路点了蓝望鸡爱吃的桂花糯米藕,青炒青菜。 点了聂怀桑爱吃的糖醋排骨,锅包肉,点了云梦当地菜辣子愉快,醋溜辣白菜。 再点了个野菜汤,把菜单递给江彦黎。 江姑娘,你们看看还有什么想吃的,不必客气。 这家的辣菜虽不及云梦,但也还算地道。 江彦黎笑道,不必多礼,若不介意,我可否唤你一生阿限。 听阿爹说,你的字是无限,我阿爹常提起你,算起来,你也算是我的弟弟。 江彦黎说话温柔和气,卫英也不好再磕磕气气,显得不好相处,自然可以,既如此,我便换你江姐姐吧。 江彦黎确认聂怀桑没什么要加的后,把菜单交给殿小二,夸赞道,菜够多了,我们也没什么要点的了。 阿县点的菜很不错,我们几个都顾及到了。 卫兄人可好了,我爱吃什么他都记得,有卫兄这样的朋友,给我方大师的青山云雾扇,我也不换呢。 卫英笑骂,好你个聂怀桑,敢请你拿我和扇子比啊。 聂怀桑摇了摇手中折扇,飞也,青山云雾乃世间真品,卫兄更是人间极品啊。 这话听起来,好似在夸卫英珍贵至极,但琢磨起来,又不知道哪里有些奇怪,卫英想不明白。 话头一起,几个人便聊到一块儿去了,就连一直没说话的江城也兴致勃勃加入,一番闲聊。 几人倒是觉着挺聊得来。 兰旺姬垂眸倒茶,杯中青色的茶叶浮浮沉沉,茶水的热气升起,兰旺姬的脸不慎分明。 他一言不发,修长白皙的手指捏着茶杯。 兰旺姬性子清冷,不爱言语,虽则从小到大都是仙门同辈中的佼佼者。 长辈娇口称赞的楷模,修为学识音律外貌仪态,无一步遥遥领先他人。 但嫌少有世家子弟主动结交,有性子热情又仰慕蓝旺姬的或自信满满,或鼓足勇气主动攀谈,无一步败下阵来。 倒不是蓝旺姬目中无人,只是这人就像雪山顶的鸡血一般,寡言少语,面色清冷,让人摸不着头绪。 不知如何结交,虽则礼仪上无所怠慢,但总让人不敢上前。 这么多年,与蓝旺姬形影不离的,只魏英一人而已。 可蓝旺姬觉得心慌,她一直抓在手里的,仿佛正渐渐从指缝中流走。 菜陆陆续续上来了。 辣子鱼块确实做得不错,这道菜魏英也很喜欢,虽然从小吃的是蓝家的草根树皮药汕汤,但它是云梦人,还是喜欢口味重的,一有机会出来就要好好吃上一顿,安慰安慰自己的胃。 卫英加了一筷子炒青菜到蓝旺姬碗里,又给她盛了碗汤。 蓝湛,多吃点,今日的青菜很新鲜,又嫩又脆。 蓝旺姬汗手。 一天下来,卫英多多少少察觉到蓝旺姬有些情绪不高,却不知为何,唯恐她心情不佳少吃了,回头胃不舒服。 别看蓝旺姬不挑食,蓝家的东西吃起来都面不改色,其实她也有坏习惯,心情不好就不好好吃饭,有时耽搁,过了饭点,也遵循规矩。 不吃饭,是以年纪轻轻,倒得了胃疾,卫英在吃饭这件事上,是很关照蓝旺姬的。 现在在外头,人又多,有些话不好问,卫英打定主意,等晚上回去了,要好好问问蓝旺姬,到底是怎么了? 大家伙又吃又喝又逛,卫英本着地主之意,带着一群人,把彩衣镇好好玩了一番。 还放了盒灯,大家都尽兴了,才踩着宵禁地点回了云深不知处。 卫英与蓝旺姬住处虽近,却该在这个路口分开走。 蓝旺姬察觉,卫英依旧跟着她往静视走,便停了下来,转身看着卫英不语。 卫英上前,挽住蓝旺姬手臂往静视走。 蓝站,我们聊聊天。 臂弯中的触感甚好,两臂缠绕地亲近,让蓝旺姬的目光变得柔和。 她提醒道,快害时了。 我知道,今晚我跟你睡。 蓝旺姬一震,两人自几年前,就没有在同床共枕过了。 卫英看蓝旺姬注视着她,有些震惊的模样,故作不快撅了嘴。 不是吧,湛哥哥,这才几年,你就不愿意和我睡了。 久违的湛哥哥听起来无比悦耳。 月光下,卫英的眼睛特别亮,嘴唇如同花瓣,鲜艳欲滴。 蓝旺姬突然有些渴。 她不动声色咽了咽口水,喉结滑动,转回头,并飞。 待两人洗漱碗躺在床上,肩膀挨着肩膀,头挨着头,蓝旺姬已经毫无睡意。 竟是只有蓝旺姬一个人睡,卫英只好与蓝旺姬共用一个枕头。 蓝湛,为什么不开心啊? 蓝旺姬没有说话。 真闷,卫英就知道别想从这个闷葫芦嘴里套出话来,只好自己猜,是因为我。 蓝旺姬一将,卫英马上就察觉到了,开始死命回想到底哪里惹了蓝旺姬不快,可惜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 大概今晚的亲密触动了蓝旺姬心底那根说不清道不明的琴弦,又或者,她怕自己再不做些什么,她就要失去了。 蓝旺姬愁愁开口,卫英,我,我会失去,你吗? 卫英愣住了,她大概明白了,她的朋友越来越多,怕是蓝湛觉得自己与她而已没那么重要了,觉着被冷落了。 可是,他们终究要有自己的日子,以后还要各自娶妻生子的呀,哪能永远像小时候一样老实在一起呢? 卫英张了张嘴,想说,却又感到蓝旺姬有些紧绷的身体,最终叹了口气,罢了,还是,以后再说吧,蓝湛她从小就是这样的性格,身边也只有她一个玩伴,难免敏感多思。 她如今没有想通,又没有朋友,要是贸贸然同她说这些,怕是会伤心。 蓝旺姬久久没有得到回复,心一直往下坠,手也渐渐发凉。 突然,姜冷的手里塞进一只温暖的手,卫英贴得更近了些,搂住了蓝旺姬。 好了,别胡思乱想,你怎么会失去我呢? 僵硬的身体慢慢软下来,蓝旺姬游移地回握住卫英的手,也不再讲究蓝师睡姿了。 慢慢侧身,与卫英面对面,垂眸一点点贴近,两人额头相抵,交握双手。 有了这样的安全感,蓝旺姬才安然睡去了。 之后,卫英不管是去后山斗兔子,还是下山叶猎,或是溜去彩衣震玩,都会带上蓝旺姬。 形影不离便是如此了。 为这事,还被聂怀桑好一顿嘲笑,当然,是趁蓝旺姬不注意的时候,聂怀桑一向莫名出蓝旺姬,不知缘由。 在云深不知处听学一月多,大家都已熟识,玩得还不错,除了金家和江家相处时,气氛有点微妙,其他都尚好。 一日,课间休息。 诶,你们说说,这仙门百家,哪位仙子最优啊? 都是十五六岁大的少年,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平日里难免提起此类话题。 立马就有人起哄,你是多孤陋寡闻,你不知道世家仙子宝吗? 最初起话头的弟子愣了一下,什么时候弄的呀? 我光知道世家公子宝,所以嘛,说你孤陋寡闻,既然有公子宝,自然也有仙子宝嘛。 这第一,便是露成白家的大小节白羽,长相那叫一个出众,关键是修为也还不错。 虽然露成白家不怎么样,但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啊。 这第二嘛,就是聂家旁之的姑娘聂清清,聂公子,这算是你堂妹呢吧。 聂怀桑得意道,自然是了。 这个堂妹从小就是美人,她娘是清和第一美人。 众人哄笑乱作一团,要聂怀桑把聂清清介绍给他们认识。 有好事者问,那,江家的长女排第几啊? 江彦离是武大师家里唯一嫡系又是嫡出的女孩,是以她很好奇这位江姑娘排行几何。 那通晓仙子榜的弟子进了声,使劲给问话那人使眼色,哪来的傻子? 江家姑娘和她弟弟就坐在蓝室呢?这多尴尬啊! 江彦离仿佛没有听见蓝室那一脚的热闹,自顾自看书温习,江城却是眉头紧簇。 魏英本是背靠蓝忘机笑盈盈看热闹的,这下也有些担忧地看了看江彦离,这群人真是的,聊就聊,怎么得越聊越偏了,还不顾人家姑娘就在旁边。 有一道弱弱的声音突兀地响起,别说了,江姑娘都定亲了,这样不好。 和谁定亲?自然是金子轩。 众人陆陆续续想起这茶来,看向金子轩,拒不言语了。 金子轩素来骄傲,被众人的目光一打亮,加上本就不满意这门亲事。 当下便也毫无顾忌地冷哼道,看我做什么,与我何干?亲事是父母私定的,我可没答应。 江城忍不了了,站起来冲到金子轩面前,抓起他领子质问,什么叫与你何干?什么叫你没答应? 我阿姐哪里不好,要这样被你嫌弃?你凭什么? 魏英直起身,随时准备过去拉架,又因为是人家的私事,一下子也不知该如何劝解,只好随机应变。 金子轩被抓住领子,面上依然巨傲,眉间的一点朱砂鲜艳无比。 我看,没有哪里好。 江城与金子轩扭坐一团,魏英马上过去,把两人拉开,云身不知处,禁止私斗。 要打等你们走了再打。 两人一被分开,就各自被围观的人拖住了,像两只竖着羽毛的斗鸡一般,怒目相对,谁也不服输。 江艳离颤着肩膀,掩面跑出去了。 阿姐。 江城正开束缚,跟着跑了出去。 蓝室里寂静无声。 结果自然是蓝启人罚了江城金子轩跪在蓝室门口撕过,顺便修书两封,让金光扇和江峰眠过来。 蓝家不会插手别家的事。 但两家公子如此容不下彼此,多有摩擦,如何一同听学? 岂不是扰乱秩序? 江峰眠与金光扇赶来后商讨一番,决定取消婚约。 江峰眠不仁女儿受委屈。 金光扇则是一直都不满这桩他夫人定下的婚事。 他更主义自己的心腹,秦家的姑娘秦宿。 虽然五大师家里只有莲花物,有嫡系嫡出的姑娘,但莲花物是五大师家里最弱的。 江艳离相貌平平,修为平平,倒不如让儿子娶心腹家的姑娘。 蓝启人的意思是让两位家主把自家孩子带回去。 可江峰眠与金光扇君表示希望儿子能在蓝家学到东西,向蓝启人求情,并保证好好叮嘱儿子,不再闹事。 江峰眠最后只带走了江艳离,嘱咐江城不可再冲动,与金子宣起冲突。 江城缴了姐姐的婚约,心里难受,也不想再闹什么了,多有自责,一口硬下了。 聂怀桑,魏英和蓝旺姬一同去饭堂吃饭,哎,江姑娘挺好一人,这事闹得,聂怀桑感慨道。 魏英拉着蓝旺姬,闻言提醒聂怀桑,好了,别提这事了,当先我爹听见,到时候你又结业不成了。 聂怀桑顿时消声,苦着脸抱怨,魏兄,你们家有没有什么适龄女修啊? 蓝家的长辈,莫不是看上我,想让我做女婿,所以老不让我结业啊。 魏英被聂怀桑点了笑学一般,笑倒在蓝旺姬身上,上气不接下气, 聂,聂,聂兄,你,你,天还没黑,呐,哈哈哈哈哈哈,蓝旺姬揽住魏英的腰,以防他摔倒。 聂怀桑忧愿地看着魏英,不小心瞄到魏英腰间的手,撕,一抬眼,看见蓝旺姬看着他, 聂怀桑抖了抖,嗨,行吧,谁让人家有人撑腰呢? 蓝旺姬与魏英站在路口,魏英看着拉着他,不放的蓝旺姬,有些苦恼。 蓝旺啊,又要我陪你睡啊。 蓝旺姬没有说话,但是注视着魏英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 又来了,魏英有点苦恼,蓝旺已经连着好几天,非要拉着他一起睡了。 他原以为安抚好蓝旺就好了,可是蓝旺却好像已经习惯和他一起睡了。 这样下去怎么行啊,两个大男人,天天一起睡觉,他俩以后还要不要娶亲了。 魏英一时不知道怎么办,也不忍心拒绝,蓝旺姬眼巴巴望着他的眼神,实在是太可人疼了。 两个人躺在一个被窝里,魏英的腰身被蓝旺姬拦住,蓝氏睡姿已经看不见任何影子了。 魏英默默叹息,私底下,蓝家家规已经快被他俩犯遍了,真担心被他爹知道了,气出个好歹。 魏英纠结良久,还是试探地开口,蓝战啊。 嗯,我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 魏英斟酌着开口,如何不好? 我俩老这么搂一块睡觉,又不是孩子了,别人看来会很奇怪的。 旁人的看法,与我们何干? 蓝旺姬不解道,得,还是没有领会精髓。 魏英直白道,我们两个都是男人,以后都要娶妻生子的,不能老是黏在一起的。 蓝旺姬的身体僵住了。 又来了,魏英内心叫苦不迭,怎么办啊? 我不要娶妻,也不想生子,我只要与你一起。 良久,蓝旺姬闷闷地发声。 魏英叹了口气,蓝战还是不习惯与除了他之外的人相处。 这些年,不管是公子,还是小姐,都没法接近蓝战,蓝战对交朋友一点都不感兴趣,也不喜欢和人聊天玩耍,除了他魏英。 这样下去怎么行啊? 蓝战连不想娶妻生子,只想同他在一块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 魏英觉得自己操碎了心。 万籁俱寂,朦胧的月光透过纸窗,洒落在床头,蓝旺姬就着月光看着已经睡熟的魏英。 心下微动,慢慢贴近魏英的脸,真爱地在他唇角印上一吻。 从小时候第一次见面,他心里就极喜欢,喜欢粉雕玉琢,有着乌黑灵动眼睛的魏英。 小小的魏英总是在他身边热热闹闹,叽叽喳喳,他害怕得估计都被赶跑。 长大后,魏英渐渐不似又是那般黏他,他心里失落又难过。 魏英生性开朗,喜欢交朋友,十分讨喜,每年来听学的世家子弟都喜欢跟他玩。 魏英的朋友越来越多,他也越来越幽据,他一点也不想让魏英和这些人一起玩。 魏英是他一个人的。 蓝旺姬心里有个声音告诉他,这种想法是不可以的。 魏英不是物品,他不是旺姬琴,不是碧晨,不可能只属于他一个人,可是有另一个更有力的声音告诉他。 魏英就是他一个人的,他们自幼相识,他的眼里只能看见魏英,他想要魏英的眼里,也只有他。 在所有听学的弟子里,聂怀桑同魏英最要好。 聂怀桑在蓝氏听学三年都未过评级,蓝旺姬十分怀疑这是聂怀桑有意为之,否则,一个人如何能愚笨至此,连这三年都不能过评级。 可是,魏英也喜欢同聂怀桑一起玩耍,甚至被允许到魏英居所。 从前,魏英的居所,只有他和叔父兄长可以踏足,蓝氏内门弟子的居所远离外门弟子和听学弟子居所,向来只有亲近的人才可以进入。 他很慌,可他没有办法不让魏英交朋友。 有一天,聂怀桑到魏英居所找魏英,可魏英不在,不知出于什么缘由,他站在了隐蔽处,想要看看聂怀桑究竟要如何。 奇怪,这个时候魏兄跑哪去了? 算了,放他桌上吧。 聂怀桑手里揣了几本书进门,又很快空着手出来了。 蓝旺基自述后面走出来,犹豫一番,还是进了魏英的居室。 桌上放着几本书,虽知此事不妥,可蓝旺基无法控制住自己,打开了聂怀桑给魏英的书。 踩扫了几行,蓝旺基立刻把书扔回桌上。 不知羞,这个聂怀桑怎可如此带坏魏英? 他们都还未及若惯。 可是,那些露骨又缠绵的字眼,却像一张网一般,困住了蓝旺基,那书上写的一些形容,多么像他对魏英的心情。 蓝旺基带走了所有不知羞的书,藏到了静视的床下。 原来,他喜欢魏英。 尽管他们都为男子,可他依旧无法自制地喜欢了魏英,如同书里描写的才子佳人的故事一般。 他要怎么做,才能得到它。 处心积虑,想要得到弟弟的蓝旺基和懵懵懂懂不知他占哥哥心意的魏英,就这样。 驴头不对马嘴地过了一天又一天。 一个情窦初开,不知如何讨心上人喜欢,一个则是会错意,错把爱意做依赖。 两个人彼此都在对牛弹琴。 魏英舍不得哥哥失落,半推半就在静视和哥哥同眠了一夜又一夜。 蓝旺基则是在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对着心上人的睡颜发呆动情。 很快,天气入冬,春节又将至,各家学子都回家过新年了。 灭怀桑是最后离开的,因为他哥让他好好温习巩固一番这些日子学了什么。 回家后,他要是说不出个一二三来,别说年过不好了,腿也别想要了。 离开前,灭怀桑依依不舍地和魏英道别,魏兄,正月里在一起玩啊。 你来清河,我带你认识一下什么叫角色,哈哈哈哈哈哈。 好说好说,百闻不如一见吗? 两个人在山门前画别,难得蓝旺基不在,灭怀桑和魏英说话都浑身舒畅。 嘿,让你把你弟弟看得这么死,平时和你弟弟多说几句话都要瞪我,等着瞧吧。 看我给魏兄介绍介绍我堂妹,让你知道什么是适宠。 灭怀桑坏笑着回家过年去了。 魏英回到自己住处,蓝旺基被蓝起人叫去做事还没回来。 魏英看了看整洁的居室,叹了口气。 天知道他多久没回自己住处睡觉了,今天早上回来的时候,满屋子都是灰尘,桌上的基尘都能写字了。 幸好这几月都是在听学,他爹天天在蓝室能看见他,有什么事也不至于跑去他住处。 不然要是发现他有地儿不住,跑去静视住,家规能让他抄残废。 他是不爱打扫的,再说了,让他屋子这么脏的人是谁啊? 当然,得让罪魁祸首打扫了。 好在蓝湛能干,很快就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新年来了,云深不知处的新年与往常并无区别,依旧是满屋子披麻带笑,屋里安安静静的,也没有推杯换盏,互相祝福的声音,各自吃着面前的汤药。 卫英坐在蓝旺鸡旁边,心不在焉地吃着这一场索然无味的年宴,味同嚼辣都比这要好吧。 他咽下嘴里苦哈哈的食物,钦佩地看了眼吃的斯文又从容的蓝旺鸡。 啊,赶紧拜年吧。 他想去清河拜年,聂兄在吃喝玩乐上天分极高,有他安排。 去清河玩一趟,定然十分令人满意。 吃过年宴,大家各自就散了,小辈们都得了红包,卫英捏着一叠红包,被苦汤药摧残的心灵总算得到了一点点慰藉。 红包好啊,有了红包,这一年的酒前有了。 卫英看着递到眼前的一踏子红包,对蓝旺鸡投以疑惑的眼神,不明白为什么蓝旺鸡要把自己的红包给他。 给你。 蓝旺鸡一本正经,看不出他是什么意思。 蓝湛,你这是做什么?我也有啊。 卫英把他的手推回去。 蓝旺鸡把一叠红包塞到了卫英手里,都给你。 好吧好吧,就替蓝湛收着好了。 两人一同去看望清衡军。 清衡军名为闭关,其实是隐居,便是亲儿子也难得被接见。 父亲。 蓝旺鸡恭敬地行了一礼。 伯父好。 卫英也恭身行礼。 蓝氏双臂相貌上笑似其父清衡军,即便是中年, 但因着修仙和蓝家人得天独厚的外貌优势, 清衡军倒像是蓝旺鸡的哥哥。 一身淡蓝色衣袍,抹额端正,压青色的长发简单竖着, 面如关玉,一身温和气息,看起来极为温柔。 卫英很难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人, 忍心不管自己的孩子,将两个孩子从小就拒之门外。 蓝旺鸡从前也不懂,幼时失了母亲,父亲又不得见, 他最低落时,也曾不解,埋怨。 可他现在明白了。 与母亲结合,网顾长辈与家族, 不顾恩怨仇恨,一意孤行, 只为保全母亲性命, 却也葬送了他们一家的幸福。 或许父亲从未后悔, 他只是在当时,做了那时最好的选择。 清衡君拿出两个红包, 分别递给卫英和蓝旺鸡。 西尘方才来过, 我已将家主之位交给他, 往后,蓝家要靠你们了。 父亲,你这是? 蓝旺鸡有些不安。 清衡君走到窗前, 看着某个方向, 但笑道, 我想去你母亲走过的地方看一看。 清衡君的声音清淡如沉雾, 连身影也是飘渺的。 蓝旺鸡懂了。 两人辞别清衡君, 却在卫英今晚住哪的问题上有了分歧。 哎呀, 好蓝战, 我真的真的得回自己那儿住了, 要是我爹发现了怎么办啊? 蓝旺鸡握住卫英的手, 意味非常显而易见。 最后蓝旺鸡跟着卫英去了她的住处, 虽然卫英不知道这到底有什么区别, 但还是让蓝旺鸡跟着去了。 正月里拜年, 蓝家自有一套规矩流程, 谁去哪家拜年都是规定好的。 按理蓝西晨与蓝旺鸡作为嫡系, 该分别去温家, 金家拜年, 卫英去孽家, 另一个堂兄蓝则去江家。 但是今年, 蓝旺鸡死活不愿去金家, 非要与卫英去孽家。 因着这事, 蓝旺鸡头一回被蓝旗仁呵斥了。 没有办法, 蓝旗仁只好带上一个旁系侄子去了金家。 蓝旺鸡为什么非要跟着去孽家? 因为孽怀桑。 孽怀桑与卫英交好, 上回在蓝市, 蓝旺鸡也听到了 孽怀桑有个旁之家的妹妹。 她知道, 卫英并非好色之徒, 但孽怀桑素来不正经, 万一卫英去了清河。 孽怀桑引荐了那位姑娘, 蓝旺鸡心里十分不适滋味。 当孽怀桑看见蓝旺鸡 也跟着卫英来拜年时, 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可咋整? 蓝旺鸡会不会拿碧尘捅她? 孽怀桑看了看身边兴奋的唐妹, 欲哭无泪。 有些是背着蓝旺鸡做是有胆子且爽快的, 但是这当着她面吧, 就, 然而后悔是没有用的。 聂青青是个跳脱性子, 对卫英已经好奇很久了, 聂怀桑老师和她提卫英, 说卫英多么多么好看, 人又多么多么爽快, 是蓝家最有趣的人, 修为高学士好, 看着走过来的两人, 一个气质清冷, 如同冰雪, 一个明朗活泼, 如同暖阳, 聂青青的眼睛马上就亮了。 呵呵, 卫兄啊, 蓝二公子也来了呀, 过年好过年好, 聂怀桑心虚地打招呼, 聂兄过年好啊, 这位姑娘是, 你是卫英吧? 我是聂青青, 怀桑堂哥的妹妹, 久仰久仰。 聂青青大大方方打了招呼, 自爆家门, 好个爽利的姑娘。 卫英笑着介绍, 这是我堂哥, 蓝战蓝望鸡, 蓝望鸡的心沉了下来。 我知道, 双臂之一嘛, 蓝二公子好。 蓝望鸡面无表情, 忍着心里的强烈失落感, 行了一礼。 每一次卫英说, 他是堂哥, 他的心就会痛一回。 他算哪门子堂哥? 他日日夜夜心里想着卫英, 念他爱他, 真知重知, 他要的, 从来就不是这声堂哥。 患得患失的心情, 淹没了蓝望鸡。 他想同卫英偷白心意, 却害怕被拒绝, 此后连堂兄都做不成, 甚至连靠近卫英, 按下满腔爱意, 关心他, 照顾他, 与他听学业烈, 抵足而眠都不能。 可他也无法眼睁睁看着卫英, 被别人吸引了注意, 离他越来越远。 带聂怀桑领着人拜见了聂家的长辈后, 聂轻轻扶掌道, 清禾的正月里可热闹了, 我带你们去吃正月宴吧。 卫英最喜热闹, 当即应喝。 两人走在前头有说有笑, 都是剑坛外放的性子, 蓝望鸡落后一步, 跟在卫英身后, 面上笼罩着一层薄雾, 不知在想什么, 聂怀桑瞅瞅前辩, 又看看蓝望鸡, 摸了摸鼻子, 卖不上钱, 离开身边那尊冰调。 清禾的正月宴的确有名, 也十分热闹。 长街上, 每家每户都拿出桌椅, 拼成一条长笼, 把自己拿手的菜式, 点心, 美酒端出来。 大家共同享用, 欢度新春佳节。 无论是本地人, 还是外乡客, 都可坐下来随意享用。 聂青青在桌上取了干净的碗筷递给卫英, 又招呼道, 怀桑堂哥, 你们也快来啊。 他不大敢与蓝望鸡说话, 也不亲自招呼他了, 推冷冰冰了, 活像他偷了他什么宝贝似的。 用过的碗筷会被收走, 桌面也会擦过, 看起来挺干净的。 卫英不是个太讲究的人, 大大方方坐下了。 蓝望鸡顿了顿, 坐在了卫英身边。 聂怀桑因着心里有鬼, 安前马后地取了碗筷, 放到蓝望鸡面前, 讨好道, 蓝二公子随意。 卫英夹了只烧鸡腿, 面前这道烧鸡色泽油亮, 看起来非常有食欲, 吃起来也是香气扑鼻, 表皮是微脆的, 一口下去还流油, 里面的鸡肉非常嫩, 还裹着肉汁, 咸中带甜。 好吃。 卫英眼睛都亮了, 此番来清禾真是有口福了, 太好吃了, 我来清禾总算是不虚此行, 都有些乐不思数了。 卫英是今年第一次独自出来拜年, 之前年纪小, 都是由他爹带着拜年, 自然也不会来街上吃这些, 虽然往常拜年吃得也不错, 起码比蓝家的苦药般的饭菜 好吃数倍, 但却没有此时的新鲜有趣, 也没有大家伙坐在街上吃饭来得有氛围。 乐不思数, 蓝望鸡文言捏紧了筷子, 蓝湛, 你怎么不吃啊? 卫英看了看蓝望鸡空空如也的碗, 加了一块软糯好看的糕点给他, 他记得蓝湛喜欢吃甜甜的糕点。 本来蓝望鸡是不打算吃东西的, 他并不习惯这种场合, 又素有洁癖, 爱与礼仪一直握着筷子, 但卫英家的, 他一定会吃。 卫英他还记得他的喜好, 卫大哥, 你尝尝这酒, 是当地人自家酿的米酒, 特别好喝聂青青已经把卫英看作朋友了, 便换了卫大哥。 聂怀桑一边在心里耐喊清清干得好, 一边又战战兢兢, 怕某人找他算账。 好啊, 多谢。 卫英接过聂青青道的米酒, 抿了一小口后, 又双眼发光, 一饮而尽。 这米酒真心不错, 入口香甜不刺激, 回味却醇厚绵长, 好酒。 卫英赞叹不已, 暗暗打算回姑苏时, 定要买上几坛带回去。 蓝忘机想起他为卫英藏的天子笑, 抿了抿唇。 卫大哥真懂酒, 怪不得我怀桑堂哥总说在蓝家与你最合得来, 真是个豪爽侠气的人啊。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交杯换盏, 不亦乐乎, 把一坛子酒喝得干干净净。 米酒虽香甜, 后劲却很足。 饭后两人都有点微醺, 好在卫英酒量不错, 倒也还能行走。 聂怀桑给卫英和蓝忘机各安排了一间客房, 吩咐家仆领着各自去休息了。 卫英看了看不动声色的蓝忘机, 松了口气, 还好蓝湛没有在闹着要与他同住, 不然多让外人看笑话。 蓝忘机只卫英爱面子, 也不说话, 自让家仆领着去了客房, 他想的是, 即便他私下去了卫英处, 旁人也不知。 于是, 半夜三更, 大家伙都各自休息的时候, 蓝忘机推开了自己客房的门, 进了卫英的房间。 卫英英喝了酒, 已然睡熟了。 少年郎脸颊蕴红, 散发着香甜的酒气, 睡颜甜淡, 不似醒时那般闹腾。 润泽的红唇微起, 唇角天生有爱笑的弧度, 这双唇, 此时安然同主人甜睡, 不会像清醒时, 偶尔吐出令人心痛的话。 蓝忘机受了蛊惑, 缓缓靠近少年, 从唇角到双唇, 细心品尝他的每一分美好, 比年幼时吃的糖葫芦, 还要甜美。 蓝忘机把避沉放到随便旁, 解了衣裳, 轻生进了卫英的被窝躺下, 又解了卫英的衣服, 随手扔出被窝, 想了想觉得不够, 只稍稍犹豫了一刻, 便抖着手, 把两人的裤子也扔了出去。 他没有做过这般偷偷摸摸, 又有被礼叫的事, 心里起起伏伏, 却不后悔。 两人都光。 罗, 这身子, 肌肤相亲, 蓝忘机呼吸都有些凝滞, 心里的人就在身边, 即便是蓝忘机, 也无法全然冷静自持。 室内光线昏暗, 正好给了蓝忘机勇气, 他靠近卫英, 把微颤的唇贴在他的脸上, 细致地亲近他每一寸肌肤, 由上至下, 犹豫一瞬, 避开脖子, 在卫英形状完美的锁骨流连忘返。 睡梦中的卫英杂巴了一声, 惊得蓝忘机抬头去看, 好在少年并没有醒过来。 卫英动了动身子, 熟练地缠上蓝忘机的身体, 如同幼时那般。 蓝忘机突然心软到不行, 爱意满腔激进沸腾。 卫英无意识的动作, 更是挑起了蓝忘机的预念, 也方便了蓝忘机的计划。 他动情地, 吻着怀里的人, 卫英洁白的身体上, 布满红痕, 或许有了肌肤之亲, 胜算会大些吧。 卫英, 抱歉, 我真的想要你, 不能没有你, 不能看着你与旁人谈笑, 蓝忘机淡琉璃色的眸子, 深得看不见底。 清晨, 卫英撑着沉重的眼皮醒来, 昨晚酒喝多了, 难免眼皮有些浮肿, 脑子里也残留着晕沉沉的感觉, 他想晃一晃脑袋, 却不曾想撞上了什么。 嘶, 卫英吃痛, 清醒了许多, 立刻发现了异样的感觉, 自己正光着身子被人搂在怀里, 自己的腿还搭在人家身上。 蓝忘机被惊醒, 与卫英四目相对。 昨晚怎么回事啊, 卫英慌得不行, 他虽这两个男人应当没什么要紧, 的吧。 但是这场面实在是蓝忘机见卫英慌乱不已, 却并无羞涩之意, 当下便清楚了, 灭怀桑给卫英的那些, 画本子, 英是全在他手里了, 那些画本既有男女, 亦, 有龙羊的, 卫英还什么都不懂, 蓝忘机斟酌着开口, 昨晚, 我睡不着, 来寻你, 你喝多了, 我们, 卫英, 抱歉, 是我知过, 没有忍住, 玷污了你。 卫英觉得, 魂魄离体不过如此, 什么叫玷污? 男子也可, 被玷污吗? 卫英看了看自己身上暧昧的痕迹, 挣扎道, 蓝湛, 你, 你别开玩笑啊, 两个男人怎能? 可以, 蓝忘机正色道, 卫英一下子脱力, 捂住了脸, 他竟然, 竟然同蓝战做了那事吗? 两酒, 卫英间难道, 我, 我, 我不用你负责, 我, 我喝多了, 我也有错, 就, 就当没有发生过好不好。 蓝忘机仿佛被点燃了一般, 握住卫英瘦削的双肩, 清冷的俊容蒙上一层阴霾, 没有发生过。 你对我就没有一点点, 哪怕只有一点点喜欢吗? 你是醉了, 可我没醉, 对你做的都是我自己想做的。 卫英被晃了几下, 又被这样反常的蓝忘机吓着, 觉得自己更晕了。 蓝战, 蓝战他对我, 卫英, 惊到不能自已,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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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英看着死死盯住他, 一脸阴质的蓝忘机, 头脑一片空白。 我, 我也不知道啊, 我什么都, 不知道啊, 卫英瞬间聂怀桑上身, 支支吾吾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是真的无错, 真的不知道, 头一回遇见这种事情, 他知道什么呀? 蓝忘机稍稍平复了一下, 以免吓到卫英。 卫英, 我玷污了你, 你, 恨我吗? 没, 不, 卫英弱弱道, 那你觉得, 恶心吗? 蓝忘机紧紧盯着卫英的脸, 生怕看见什么厌恶的表情。 没, 卫英茫然道, 蓝忘机松了口气, 卫英, 你讨厌我吗? 这个问题我会。 卫英立马回答, 怎么可能? 话音刚落, 卫英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 大概是为着片履的缘故, 蓝忘机身上原本清冷的气息变得有些烫, 像是上好的檀香被点燃了, 熏得卫英不知今夕何夕。 卫英, 你也喜欢我。 蓝忘机把脸埋在卫英的紧窝, 闷声肯定道, 我, 喜欢你。 卫英一脸茫然, 这就是喜欢了。 他喜欢他战哥哥。 不不不, 不行, 我爹会打死我的。 我们是堂兄弟啊。 卫英挣扎起来, 却被蓝忘机禁锢住, 不能动弹。 你我并非血亲, 如何算堂兄弟? 叔父那边, 我自会去说。 卫英, 不要推开我。 蓝忘机细细吻着卫英的后颈, 突如其来地吻让卫英浑身颤抖, 清醒时的他头一回被亲吻, 只觉得那块皮肤都要烧起来了。 然而蓝忘机并不打算放过他。 吻一路从后颈移到耳根, 细嫩白皙的耳垂被人含在嘴里百般挑逗, 用湿热的舌舔试着。 蓝忘机平日里淡色的薄唇正吸吻着卫英可怜的耳垂, 强烈的刺激让卫英忍不住英明出声。 太羞耻了。 卫英拱起了身子。 稳从侯杰一路向上, 蓝忘机寻到卫英呢男的唇, 毫不客气地分开, 长驱直入, 攻城掠地。 卫英觉得自己仿佛一块海上的浮沫, 被蓝忘机这巨浪冲得无所依平。 他想抓住蓝忘机的衣服, 却只摸到一片光洁的肌肤, 最后只能将自己挂在了蓝忘机脖子上。 暧昧动情的交缠让两人不可自意地起了反应, 卫英自然感觉到了, 脸红欲染, 无所躲避, 只好一头扎进蓝忘机怀里。 头顶传来一声轻笑, 宛如春风话雨, 冰雪消融。 卫英, 你心悦我。 良久, 卫英的声音自蓝忘机怀里穿出来, 嗯。 直到仆从过来敲门, 提醒用早饭时, 屋内令人脸红心跳的氛围, 才被打破。 卫英随口回应过, 便四处寻找衣服, 想要穿上。 当看见床下, 两人乱作一团, 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一堆衣服时, 又是一阵心悸。 蓝忘机伸手, 从一堆蓝室家袍里, 找出卫英的衣服给他穿上。 被安抚好的卫英, 就像小时候一样, 对蓝忘机满心的依赖, 乖乖地伸手臂, 抬手,任由蓝忘机动作。 蓝忘机的心, 化成了一滩春水。 两人洗漱完毕去用早膳, 给聂家家主和聂明爵都问了好。 聂明爵与蓝西辰交好, 聂家与蓝家也是如此, 聂家家主和聂明爵脾性如出一辙。 九文蓝是三个公子的美名, 不由爽朗一笑, 夸赞道, 姑苏人杰地灵, 果然养人, 两位公子亦是芝兰玉树, 我那个不成器的小儿子在贵府听学, 还望你们多多指点他。 说着便赤道,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弟弟还不起床? 你去看看。 聂明爵领命而去。 不一会儿, 聂怀桑被他哥低流着来了, 一脸菜色。 昨晚熬夜看画本, 今天早上实在起不来, 他大哥毫不留情地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正月里可冷了, 清禾又少山丘, 挡不住风。 他哥进来也不关门, 冷风嗖嗖的, 则, 要命。 聂怀桑被他爹瞪了一眼, 兴兴坐下, 看了眼对面一身白衣的两人, 暗自感慨, 还是魏兄厉害啊, 明明是泼猴, 在长辈面前, 却是学兰望姬, 学了时成时, 当真事, 事风日下, 人心不古啊。 聂怀桑委屈, 但他什么也不说。 卫英因这酒喝多了, 现下胃口并不好, 清禾饮食口味清淡, 并不比姑苏强, 卫英更没胃口了。 蓝望姬给卫英加了一筷子腌萝卜, 这道腌萝卜还算爽口开胃, 卫英多喝了几口粥。 聂怀桑看见这一幕, 再看看他哥自顾自吃的香, 忍不住撇了撇嘴。 这同事做哥哥的, 怎么就那么不同呢? 人比人, 气死人啊。 所以, 为什么非要骂他, 不如人家? 他爹和他哥, 总是不抓问题的关键, 怪不得是大老粗呢? 他哥为什么喜欢和西辰哥来往? 不就是觉得, 人家儒雅温和吗? 也不学着点, 嗨, 连冰块蓝望鸡都不如。 卫英乖乖吃着蓝望鸡 给他家的东西, 看得聂家主羡慕极了, 其人真是有福气。 儿子侄子都年少有名, 相处得还好, 我这俩儿子要是也能这样, 真是做梦也要笑醒啊。 饭后, 两人辞别聂家人, 踏上了回姑苏的路。 蓝战, 我爹, 大正月的, 真的要如此刺激自己的老父亲吗? 卫英于心不忍, 无需担忧, 凡事有我。 我想, 叔父会成全我们的。 蓝望鸡没有想过, 要让卫英去面对这些, 卫英只需要相信他, 所有风雨, 他自会扛。 天色微微透亮, 早起的蓝家人, 已经陆陆续续起床。 卫英还在床上迷糊着, 蓝望鸡已经跪在了蓝启人的面前。 蓝鸡, 你。 蓝启人疑惑不已。 蓝望鸡端端正正叩手, 叔父, 蓝望鸡有错, 但不悔。 蓝望鸡正身抬头, 认真道, 叔父, 我心悦卫英, 请叔父成全。 一旦激起千层浪, 蓝启人瞪大了眼睛, 被这突如其来的话, 冲击得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荒唐, 妄鸡,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岂有此理, 你与卫英不仅同为男子, 还是堂兄弟, 这是乱伦。 蓝启人不明白, 为什么从小到大都是楷模的侄子, 会突然说出, 这番有违伦理刚长的话? 在他看来, 儿子与侄子兄友弟公, 是一对好兄弟, 事情如何会突然变成这样? 他无法接受最喜欢的侄子断了秀, 还喜欢了自己儿子, 简直是华天下之大鸡。 叔父, 我与卫英并无血缘, 如何不能? 此生我只要卫英一个人。 蓝启人抖着手指, 恨铁不成钢, 对着蓝望鸡, 望鸡, 你如何能, 卫英呢? 卫英他怎么想的? 蓝启人抱着一点微弱的希望, 希望这只是侄子的一厢情愿, 如果儿子不愿意, 事情倒也还有挽回的地步, 然而有时候希望本就是用来打碎的。 蓝望鸡再一叩手, 叔父, 我与卫英两情相悦, 求叔父成全我们。 蓝启人险些气晕过去, 他扶着桌子坐下, 平复了一下呼吸。 不可能, 你不要冥顽不灵, 执迷不悟。 蓝家素来礼教严格, 规矩分明, 绝不许任何人打破。 我与卫英, 已有夫妻之时。 蓝望鸡顿了顿, 还是说出了口。 他也不想如此刺激叔父, 只是若不放手一搏, 他与卫英难有结果。 若有惩罚, 他一力承担。 叔父不要责怪卫英, 是望鸡, 情不自禁, 强迫了他, 成人之威。 蓝启仁两眼一翻, 晕了过去。 叔父, 卫英睡醒后, 就来了他爹这儿, 没想到, 一来就看见蓝望鸡, 笔直地跪在门口。 还有什么不明白? 蓝战总是这样, 悄悄地把所有事都做了, 不叫他有一点为难, 把所有责任担在自己身上。 卫英走过去, 跪在蓝望鸡的身边。 两人肩挨着肩, 卫英小声嘟囔, 蓝战,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不是说要和我做道旅, 结果你一个人跑过来被我爹骂, 也不叫我。 哼, 你一个人做道旅去吧。 虽然被骂, 但蓝望鸡眼里盛满笑意, 忍不住借着宽大袖子的遮掩, 悄悄勾住了卫英的手指。 蓝战尘推门出来, 看见两个人挨在一起, 轻轻热热地, 又想起屋里蓝战人痛心疾首的表情, 无奈地摇了摇头。 咳, 蓝战尘清了清嗓子, 舒服让你们进去。 屋内, 蓝战尘已在床头, 一手符额, 十分操劳的模样, 卫英见了心里不忍, 趴到床头扯住蓝战尘的袖子。 爹, 对不起啊。 孩子乖巧愧疚地看着自己, 蓝战尘长叹一声, 像卫英小时候那样, 摸了摸她的发顶。 爱英, 你真的想好了吗? 卫英看着已经跪到了她身边的蓝望鸡, 笃定道, 我想好了。 爹, 不会再有人, 比蓝战对我更好了, 你放心的对吗? 你可以成全我们吗? 叔父, 旺姬定当照顾好卫英, 绝不辜负。 求叔父成全。 蓝起人看着两个孩子认真的模样,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旺姬是她的亲侄子, 很小就没了母亲, 父亲又对于西辰望鸡两兄弟, 他是真的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教养, 寄予厚望的。 卫英是她的养子, 她对她意识视如己出, 现在, 她的两个孩子说彼此喜欢, 要在一起, 要做道理, 可真是给她出了难题。 虽则两个男子结为道理之事, 也不是罕见, 但毕竟是少数, 她怎么忍心有人对旺姬和卫英指指点点, 让两个孩子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子。 况且, 蓝家最重礼法, 若是让两个孩子成了, 蓝家的声誉, 蓝家不是她蓝起人一个人的。 此事, 我会传信给兄长, 带兄长回来, 与蓝家诸位长老一国在谈。 蓝家并非我的蓝家, 我纵使成全你们, 也不见得其他长老愿意蓝家生育有损, 你们, 好自为之吧。 收到传信的清衡君, 很快就回来了。 他想为自己的孩子做一点事, 也算是这些年, 疏于对孩子关心照顾的一点点补偿吧。 蓝家的家主, 长老聚集在一起, 共同商讨魏英和蓝忘基的事。 这是近年来, 蓝家第一次聚齐了各位长老。 也是百年来, 蓝家第一次出现 堂兄弟要结尾道旅的事, 尽管两人并无血缘。 但魏英既在蓝起人名下, 入了宗谱, 是正儿八经的蓝家人。 荒唐, 这是乱伦。 年纪最大的大长老, 抖着手拍了一记桌子, 白色的胡须抖啊抖, 可见气得不轻。 大长老是蓝起人的老师, 也是蓝家醉于福, 众礼教的人, 在蓝家也极有威望。 二长老是庞熙一族的组长之父, 对蓝家嫡系这只的家事不感兴趣, 白手说随意就好, 他没有意见。 大长老瞪了二长老一眼, 糊涂, 什么叫别人的家事? 这是我们蓝家的大事。 二长老摸摸鼻子不说话, 他谁也不想得罪。 三长老是清衡君与蓝起人父亲的亲兄弟, 他自是不忍心蓝忘机与魏英被拆散, 顶着大长老的压力, 表示此事可行。 其他几位长老意见不均, 一时间气氛僵硬。 蓝起人作为现任家主, 被大长老要求严守礼法, 不可纵容, 但他还是表示, 两个弟弟的幸福最重要。 蓝起人早有决断, 作为魏英的父亲, 他希望儿子开心, 大长老恨铁不成钢, 不停叹气。 一直未曾发言的清衡君拍了拍袖子站了起来, 对大长老行了一礼。 我是旺姬的父亲, 家主之位已交给西辰。 若各位长老实在无法接受旺姬与魏英结为道理一事, 请除去我与旺姬、魏英的名字。 我自会带着两个孩子脱离蓝家, 定不让蓝家生育受损。 满是既然,鸦雀无声。 然后各位长老议论纷纷。 蓝氏立足根本在于不参与争权夺势, 洁身自好, 言于律己, 但这并不代表不需要能人, 尤其是蓝旺姬和魏英这样难见的天赋极高的后辈。 树欲静而风不止, 蓝家所有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蓝家虽不争不强, 但不可不防。 蓝旺姬与魏英、蓝西辰是后辈里最为出色的, 堪称蓝家新的栋梁之主。 家主蓝西辰最合适的左膀右臂。 这样的两个人若真的脱离了蓝家, 未来的蓝家威矣。 各家旁之多依附敌之生存, 清衡君此言一出, 庞系的长老最先坐不住了, 一时间议论生乱做一团, 群情激愤, 毫无哑正可言。 大长老健方才还或摇摆不定, 或事不关己, 或义正言辞反对的一干人, 线下纷纷表示此事可行。 两个孩子真心相待, 做长辈的如何好忍心拆散云云, 气得险些被过气去。 蓝西辰与父亲, 叔父对事, 眼里浮起笑意。 大长老的意义自然而然被忽略了。 众人的利益方才最重要, 这一点, 即便是以亚正著称的蓝家, 也不会例外, 这便是人性。 最后, 大长老是被自家后背搀扶回去的。 兄长, 没想到, 我们会成亲家, 当真是世事难料啊, 蓝起人摇了摇头笑道。 青横军拍了拍蓝起人的肩膀, 亲上加亲, 岂不更好? 起人, 这些年, 你辛苦了。 我既非好家主, 也非好兄长, 更不是好父亲, 西沉和旺鸡, 多亏了你。 青横军苦笑道, 面有愧色。 兄长与我何必见外? 蓝起人安抚青横军。 解决了两个孩子的事, 青横军又走了。 有的人, 此生注定来去匆匆, 飘忽不定, 如同天上的浮云, 因为曾邂逅了一生的挚爱, 却未能长相厮守, 以至于人世间的一切与他都无意义了。 眼中的山水是那人, 风是那人, 与是那人, 天地万物皆是那人所化, 唯有忘记自己, 与天地融为一体, 仿佛才能抓住那人留下的一点点虚无缥缈的气息。 蓝西辰将好消息告诉了蓝忘记与魏英, 闻言, 两人都松了口气。 父亲, 多谢。 蓝忘记默默在心里说, 于是被证明的两人整天腻腻歪歪, 被蓝起人训斥了, 也是不一会儿就固态赴盟。 小两口才被认可, 恨不得天下人都知道自己的喜悦, 哪里会去遮遮掩掩呢? 不多时, 蓝忘记与魏英的事, 便在世家之间传开了。 一起听学的童窗纷纷惊掉下巴, 捡都捡不起来。 唯有聂怀桑, 在震惊过后高兴异常, 和他爹说, 瞧, 他聂怀桑也不是那么差, 年年平级甲等的两个人断了袖子。 他聂怀桑虽刻业差, 修为差, 但他不断袖啊。 后来听说聂家二公子不知犯了什么事, 被聂家家主扛着刀追了两条街。 蓝家两位公子的事还没平息, 一个更大的消息, 宛若平地一声雷, 在仙门百家中炸开了。 金光扇那个老种马在外边风流成性, 到处播种也就算了, 竟然连自己的心腹都不肯放过。 那秦家的独女竟是金光扇逼迫秦夫人所生的。 这事儿还得从金光扇要和秦家结亲说起。 金光扇看不上江燕离和江家, 早有和秦家结亲之意, 于是自从和江家结出了婚约, 就开始接触秦家, 这个正月里借着金家年宴, 就把这事儿给定下了。 秦家主倒是很高兴, 只是没想到秦夫人当场就脸色发白, 昏了过去。 秦家人手忙脚乱地回去, 秦夫人醒后, 终于把憋了多年的苦处和秘密, 对秦家主托盘而出。 秦家主气愤不已, 提着剑带着人就打上了金灵台, 要杀了金光扇, 金光扇修为平平, 被秦家主刺了一剑, 倒没伤着要害, 秦家主也被拿下了。 秦夫人气急败坏, 指着人医治了金光扇, 便不想再管他。 此事是秦家有错, 秦夫人让人放了秦家主, 好说歹说, 福低做小, 承诺绝不轻饶金光扇, 又赔了许多银钱, 给秦家主分析了死磕到底的利弊, 嘴皮子都磨破了, 才让秦家主打消了鱼死网破的念头。 秦家已经乱成一锅粥, 秦宿也病倒了。 秦家主夫妇仿佛一息之间老了十岁, 举家脱离金家, 搬走了。 金夫人再没给金光扇好脸色, 夫妻俩多年来面和心不合, 貌合神离的局面也被彻底打破。 金夫人凭借自己娘家的势力逼迫金光扇让位, 金子轩成了现任金家家主。 这一系列戏剧般的变故让人唏嘘不已, 可怜秦家人的有知, 唾骂金光扇的有知。 倒是没有再把全部注意力放到兰家那对惊世骇俗的堂兄弟身上了。 病中的兰家大长老松了口气, 身体慢慢好起来了。 金夫人又打起了江家的主意。 她本就主义江艳离, 和于子渊又是手帕娇, 便经常办些什么茶会啊? 花展啊, 请于子渊母女过来, 于夫人心高气傲惯了。 即便是闺蜜, 两家之前因着婚约闹了不愉快。 金子轩那么看不上她女儿, 她不想再与金家有何瓜葛, 连金夫人也避而不见。 金夫人急了, 让金子轩三天两头往莲花屋跑, 金子轩本十分不愿, 但母命难为, 便敷衍着去了莲花屋, 被拦在外头也不在意, 反正也是做做样子。 但是吧, 去多了莲花屋, 在云梦游荡久了, 听多了百姓对江家大小节的赞誉, 金子轩也没那么抵触了。 她是个单纯的世家子弟, 心地不坏, 也觉得百姓都那么喜欢江燕梨, 那么江燕梨必定有她可取之处。 慢慢地, 金子轩总去江燕梨爱去的各个铺子守株带兔, 两人接触多了, 金子轩便对江燕梨渐渐上心了。 江家知道了, 极力反对, 阻止两人见面, 不让江燕梨出门。 金子轩一急之下, 竟连翻墙的事都做出来了。 被渔夫人骂得狗血淋头也不还嘴, 被子殿抽了也不多, 倒是赢得了江燕梨芳心。 江燕梨本就对金子轩有意, 之前两人闹得那么僵, 她心灰意冷, 虽然喜欢金子轩, 但也是刚猎女子, 于是一开始对金子轩的接近百般抵触。 但架不住金子轩回心转意, 浪子回头, 猎女怕蝉狼, 两人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 金子轩当即就下了聘礼, 满满当当, 一路从兰陵送到云梦, 诚意十足, 给足了莲花雾面子。 一时间江燕梨成了天下女人羡慕的存在。 不少世家教养女儿都开始参照江燕梨, 要求女儿家要端庄温柔, 外揉内刚, 魏英知道了, 也很是为江燕梨高兴。 线下正月已经过去一月有余, 按规矩, 各学子要返回云深不知处, 继续为时两月的听学, 进行评级, 方可结业, 聂怀桑出发前, 被聂家主拎着耳朵嘱咐, 要是再给聂家丢脸, 就别回来了。 各世家学子已返回兰家听学, 这最后的两月, 大家都紧了紧皮, 未即将到来的评级。 这要是谁评级没过, 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 更是家族的脸。 就连聂怀桑也一连苦大仇深, 老老实实认真听课, 钻研课业。 江家就来了江城一人, 江艳离与金子轩婚妻, 就在三个月后, 江艳离已经在待嫁了。 蓝旺基与魏英依旧被要求一起参与听学, 只是成了道理, 难免在听课时就容易分散注意力。 蓝旗人不知道第几次瞪了魏英。 魏英恋恋不舍地收回逗弄蓝旺基的手, 然后在蓝旗人不注意时, 又伸手去戳一下蓝旺基的腰, 或者扯扯抹额袋子。 蓝旺基面色柔和, 十分纵容。 目睹这一切的金子轩咬了咬牙, 自两人被家里人认可后, 就肆无忌惮了。 蓝旺基在世人眼中无外乎冷冽出尘, 淡然端方, 仿佛无欲无求一般, 但是, 有的人就是表里不一的。 魏英自小被带到蓝家, 与蓝旺基一同长大, 蓝旺基一眼就喜欢这个弟弟, 多年来形影不离, 感情深厚, 不知不觉间便萌生出了强烈的战友欲。 越是目空一切的人, 有了喜欢的, 便越是想要独占。 蓝旺基有时也会慌乱, 他总是觉着魏英是他一个人的。 他不喜欢魏英与旁人勾肩搭配举止亲密, 连兄长也不可以。 后来, 看了聂怀桑那些, 各式各样的本子, 方才知晓, 这世上有一种感情, 本就容不下第三人。 之前蓝旺基就缠着魏英同住, 现在两人成了道旅, 就愈发坦然, 魏英也不再推举。 自上回在聂家发生了意外, 魏英便以为两人已经成事了。 后来, 一天夜里, 蓝旺基对他这样那样, 头一回做这事儿的魏英疼得直冒汗, 眼泪汪汪, 他才晓得当时蓝旺基竟骗了他。 气得蓝旺基花了三天才把人哄好。 后来的后来, 魏英一声蓝旺基的气, 就拿当年蓝旺基哄骗拐带他的事呛他, 结果自然是被镇压了。 两月后, 个人接受评级, 所有人都通过了, 聂怀桑也是闲闲过关, 抱着自己的宝贝扇子, 看着自己的腿脚, 感动不已。 紧接着就是金家和江家的婚宴。 金子轩如今是宗主, 婚宴自然大半特伴, 体面非常。 魏英与蓝旺基, 蓝西辰代表蓝家去吃喜酒。 金灵台原本就极尽奢华, 现在办婚宴, 更是恨不得把金子贴地板上去。 整个婚宴场地金灿灿, 红艳艳一片, 看得魏英眼睛疼, 索性就专心致志吃喝了。 金灵台的宴席请的是各地有名的大厨, 个人都拿出自己的拿手好菜。 一桌子好菜可谓是群鹰会脆, 便是口味刁钻的人也能满意。 酒水亦是极其各地名酒, 这是魏英最感兴趣的。 蓝家两兄弟以茶代酒, 吃菜也竟挑些清淡的, 看得魏英直探两人不懂享受。 魏英, 你已饮了许多, 不可贪杯。 蓝望鸡按住魏英倒酒的手。 魏英正喝得起劲, 他还想把宴席上所有酒水都喝一回呢。 就今天这个场面, 以后能有几回啊? 怎么能不抓住机会好好享受呢? 魏英最知道他占哥哥的软处, 一双漂亮的眼睛盯着蓝望鸡, 撒起胶来得心应手。 魏英长得好看精致, 撒娇卖吃也不会娘气作作, 声音又软。 哎呀, 战哥哥呀, 多难得呀, 喝喜酒是高兴的事, 你就让我尽兴吗, 好不好吗蓝望鸡面上正经, 耳根却不知不觉蕴红, 心里也热了。 蓝西辰不自觉地挪了挪椅子, 离这两人远一些, 这谁受得了? 金子轩江艳离夫妇一身喜福考究无比, 红愁喜福金色滚边, 以金线绣了两家的家徽纹, 绣宫高超, 想必又是大手笔地请了最好的绣娘。 江艳离隐隐约约露出的绣鞋间欠了上好的玛瑙, 斜面亦是名贵的赎紧, 就连盖头垂下的流苏上, 也用了水头极好的玉石, 被能工巧匠雕刻成酒半帘的模样。 金子轩今日则是更像一只孔雀了, 恨不得把寺库里的宝贝都搬到身上去, 一身珍宝点缀, 看起来相当耀眼且有分量, 让人看了都替她嫌累。 未应得偿所愿, 把酒席上所有美酒都尝过了, 各色酒水下肚, 后劲大得很, 要不是今晚留宿金家, 恐怕会在回家路上发酒疯。 喝醉的未应闹腾得很, 一会儿要拦望鸡背, 一会儿要抱, 却又不肯好好被背着抱着, 还要走直线给拦望鸡看, 证明自己没有醉。 回客房的路上, 未应是上树爬假山, 把拦望鸡闹得心里焦脆, 最后只能抱了人不让随意动弹。 要是未应第二日, 知道自己是被兰望鸡一路上顶着来来往往的人的众目抱回客房, 顺便被路人赞上一句恩爱的, 怕是会后悔自己不管不顾喝了那么多酒了。 虽则世家间都知道兰家两位公子结尾道旅, 但两人并未成婚, 所以金家是给来金灵台喝喜酒的三兄弟都安排了客房。 兰望鸡从乾坤袋里拿出装满水的浴桶, 以灵气加热, 把胃英放了进去, 再拿出柔软的布巾仔细地为他洗身子。 说来羞涩, 原本兰望鸡是不背这些东西的, 只是自两人结尾道旅, 那是虽碍于年龄, 做得并不频繁, 但有时候兴致来了控制不住, 不管是在家还是荒郊野外, 兰望鸡定会压着魏英来上衣, 几回, 在家还好, 在外头便很不方便清洗。 于是兰望鸡便有了在乾坤袋里蓄水, 放浴桶的习惯。 给魏英洗净身体后, 擦干水珠又拿出药, 仔细地给上了药。 兰望鸡才小心地给人穿上了衣服, 把人抱到了隔壁客房, 盖好被子。 魏英脸色涂红, 一看就是刚刚惊了那时, 兰望鸡心里难以言表的满足感快要一出来, 他温柔地吻了吻魏英光洁的额头。 回到两人翻云覆雨的房间, 兰望鸡把脏了的床单洗干净, 再用灵力烘干, 若无其事地把床铺整理好, 恢复原样, 才自行清洗了身体, 回了隔壁房间, 揽着魏英睡了。 躺下没多久, 天就亮了, 一夜欢愉, 兰望鸡倒也不觉累, 倒是魏英, 至今未醒, 睡颜安静。 兰望鸡支着头静静地看着魏英, 满心欢喜, 疼宠了多年的人已经完完全全属于自己了。 这些时日, 兰望鸡一直觉得像是在做美梦。 兰西辰的房间离得并不远, 再加上修仙之人听力极佳, 昨晚的动静他听见了, 扰得兰西辰也没有睡好, 那边结束时, 兰西辰看了看天色, 深深叹了口气, 心疼起魏英来。 望鸡真是, 不知节制。 他作为兄长, 不好管弟弟房里的事, 只是两个弟弟还未及若惯, 看来, 还是要委婉提醒一番望鸡才好, 不然, 若是让叔父知道了, 会心疼坏的。 兰西辰没去打扰小两口, 截住了来请客人用早膳的仆从, 说两个弟弟还在睡, 不必叫他们了。 三年后, 几年前还是少年的一帮人, 如今各自都成了家族里独当一面的人。 除了早早做了宗主, 娶妻生子的金子轩外, 聂怀桑也定了亲。 虽然还是那个最新字画古丸的公子哥, 但已经稳重许多。 江城婚事有些艰难, 江家连着给他议了几门亲事, 都被他自己给搅黄了。 好在这几年, 修为心性都大有长进, 再不是当年那个同金子轩一言不合, 大打出手的冲动少年郎了。 兰西辰是他们这辈公子榜上第一名, 风度翩翩, 生性温雅, 是无数仙门女修, 追逐向往的对象, 只不过不知为何, 也是独身一人。 蓝旺姬和魏英已经成了亲, 两位蓝氏公子的婚姻一直以来都为人津津乐道, 相传两位公子感情极好, 形影不离, 几年来行走江湖, 逢乱必出, 素有美名。 而人们口中感情甚堵的两位神仙眷侣, 此时已经好几天没说话了, 魏英单方面的。 事情是这样的, 前几天, 两人在返回姑苏的路上, 途经一处荒山, 魏英一路上逗弄蓝旺姬玩, 又是要骑蓝旺姬脖子摘果子, 又是让蓝旺姬唱歌的, 可怜蓝旺姬是个疼老婆的, 无论魏英要她做什么, 要她陪着玩什么, 全都硬下了。 玩着玩着吧, 就玩出火来了, 玩火便容易自焚, 魏英面对面被蓝旺姬抱着, 双腿缠着蓝旺姬的腰身, 一下一下亲着她的眼睛, 鼻子, 嘴唇。 蓝旺姬一向对魏英没有任何抵抗力, 用聂怀桑的话来说, 蓝旺姬就是缠魏英的身子。 蓝旺姬轻而易举地被魏英勾起了邪火, 看看四下无人, 便抱着魏英滚进了路旁的草丛, 随手脱了外袍便将魏英放了上去。 魏英早就习惯她战哥哥看似清冷, 实则闷骚又重欲的性格, 也习惯了蓝旺姬随时可能对她动手, 虽然是荒郊野外, 但也不是第一次了, 旁边没人, 便也游着蓝旺姬去了。 两人衣上整齐, 白袍遮住了那里风光, 从外头倒看不出什么暧昧情境来, 只是荒山安静, 除了风吹树枝草叶的声音和偶尔的鸟叫声, 也没什么了。 于是两人骄, 河的水声河喘, 西声便尤其明显。 魏英正恍惚迷离之际, 忽而听的不远处有人惊呼, 什么声音? 谁? 吓得魏英瞬间便清醒了, 蓝旺姬猛地伏低身子, 掩藏身形。 这一下子可了不得, 那东西一下子便捅到了深处, 力道之猛让魏英猝不及防, 又爽又疼, 却因为害怕被发现死死地捂住了自己的嘴, 难受得眼泪汪汪。 好在那人只是听见了奇怪的声音, 怕是在荒郊野外遇上了什么不好的东西或猛兽, 才惊叫出声, 见声音平息, 以为那东西被吓跑了, 便放下心来, 速速路过了这边走远了。 于是魏英又羞又怒, 埋怨蓝旺姬不知节制, 雅正喂狗, 表礼不一, 好几天没有礼蓝旺姬。 蓝旺姬自知有错, 骂不还口, 低眉顺眼。 有的人看起来冷冷清清, 其实温柔似水, 这样的蓝旺姬让魏英没有办法拒绝, 恼了几天也就不生气了。 相逢于年少时, 一见便情不自禁欢喜, 于是携手一生。 几天很下宫, 1个层面移动。 5个层面移动, 加入这种蓝旺姬, 我们需要跟您的权子做完美国?